泰国王室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尤其是施尼娜贵妃的费力问题 甚至在国际上都有很强的关注度 马哈国王仅仅继位半年多 泰国后宫就多次上演了甄嬛传 本期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主人公是泰国的苏帝大王后 其实泰国王后早已经内定 五年前苏帝大诞下皇子 即使拍摄完结婚照依旧是深藏不露 前段时间苏帝大和施尼娜两人的宫斗 可以说赚足了人们的眼球 都说一入宫门身似海 再心思单纯的人成为王妃 依旧是要为自己和家族打算 早在苏帝大册封王后的时候 很多眼尖的读者就发现她眉头紧锁 后来我们才恍然大悟啊 原来在马哈国王心中还装着一个 施尼娜贵妃呢 在施尼娜贵妃的册封典礼上呢 我们也曾经怀疑过 为什么更加年轻貌美的施尼娜 没有册封为王后 直到现在真想才水落石出 原来苏帝大的王后之位 早已经被内定了 根据苏格兰记者安德鲁迈克格雷格 马歇尔的报道 2014年12月 苏帝大就诞下了一子 此后施尼娜贵妃也诞下一女 虽然这条消息呢 没有得到泰国王室的证实 但基本上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如今我们拥有了上帝视角 才知道 苏帝大册封王后 完全不是偶然 而是因为五年前诞下了皇子 早已经被王室内定为王后了 根据安德鲁的爆料 苏帝大的儿子名叫雷 如今满达满算已经五岁了 正因为当时苏帝大没有名分 因此王室一直以来都没有公布这个消息 王室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母嫔子贵 苏帝大正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 才奠定了自己在王室的地位 从现在网上流传的照片来看 小王子眉睛目秀像妈妈 比提帮公更加呆萌可爱 实力级一直以来都是重视子嗣 苏帝大一方面育有皇子 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稳妥之人 因此得到了实力级太后的支持 如今实力级已经83岁 每年的生日宴上都有苏帝大的身影 更加世人大跌眼睛的是 苏帝大五年前刚刚做完月子 马哈国王就陪妻子拍摄了一组结婚照 当时的苏帝大身着军装 身材还没有完全恢复 与现在比远润了不少 即使获得了实力级和马哈国王的认可 苏帝大在拍摄完结婚照依旧是深藏不露 泰国王是人多眼杂 只要马哈国王一天没有行册封礼啊 今后就依然变数 苏帝大是一个聪明人啊 这其中的厉害和分寸他自然拎得清 他明白自己和孩子的危险荣辱 只在马哈国王一句话上 因此即使被内定为泰国王后 依旧是过得如履薄冰 这个消息一出啊 在泰国也是炸开了锅 本来提帮公呢是泰国唯一的继承人 既然苏帝大如今育有嫡子 今后王储之争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提帮公后有学习障碍症 虽然继母是苏帝大 但势必还是会有权力之争 苏帝大是一个聪明人 他懂得不争才是争 看似对提帮公很关心 其实呢早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儿子谋划 从这一点来看呢 泰国后宫的儿语我诈 比起我们的宫斗剧一点都不逊色 其实纵观所有的宫斗呢 能够成为最后赢家的人 一定情商和聚商都很出众 苏帝大忍受常人不能忍 有了这个孩子在身边 今后呢可以说是贵不可言 各位读者 你们觉得苏帝大能够笑到最后吗